陳建峰 可養思琦 這天在消防及救護學院出席節目開進營 其實那個訪問是 至於很久沒在香港演出劇集的陳建峰 小時候又有沒有想過要當消防員呢 以前確實是沒有 沒有想過要當消防員 因為我知道是很危險的 而且體能的要求也是很高 你看我瘦成這個樣子好不好 對 但是 反而最近我對他們覺得也是蠻敬佩的 其實每一個支付團隊 他們都是承擔著很大的風險壓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他們 還有體諒他們的辛苦 雖然沒想過當消防員 但陳建峰近年都醉心於修讀不同課程 這一兩年我都在想要不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剛剛修了一段時間 我就去考了一個 我知道我是考證控好吧 考了一個抽選員的文憑 合成上了幾個月的 回歸到學生的生涯 每天早上一大早就爬去上學 然後晚上下課這樣子 對 我覺得蠻好玩的這樣子 那在學校裡有找到心儀的對象嗎 宅男很難認識到新朋友 所以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 如果你覺得我突然間認識一個20歲的妹 那怎麼樣 我覺得有點不太好吧 對 有些同學他們都跟我聊得挺開 都玩得挺好的 但是年紀真的太輕了好不好 別搞我了 愛情不分年齡的香港報導 突然間認識你 如果發覺真是影片 那些 snipp begins Bucking stand 但我想 drowned